女團名家JYP娛樂 歷年來推出Wonder Girls Miss A-Tries 一季等大事女團 美團都是出道就爆紅 也都曾奪下當年各大頒獎典禮新人獎 因此今年推出的新人女團A-MIX 從出道前就備受各界關注 19日A-MIX回歸showcase上 她們賣地唱跳最新歌曲 讓粉絲看了相當過癮 不過眼前網友發現成員基尼 雙腿膝蓋有大面積擦傷 照片一出更一度登上微博熱搜引發討論 從照片中可見 基尼穿著短裙搭配後體黑靴 不過仔細一看就會發現 她的膝蓋關節處都有鬱青紅腫 網友推測應該是在練舞時 頻繁跪地而摩擦出來的痕跡 讓網友相當心疼 同時質疑經紀公司沒有給予護具保護 這樣的舒適很離譜 事實上A-MIX剛出道時 就曾因為舞蹈編排中 有許多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姿勢 高難度動作都讓A-MIX快變成特技女團 當時就有粉絲質疑經紀公司 雖然一出道實力就讓觀眾讚嘆 也擔心起團員們在練習室受了多少苦 才能站到舞台上 認為這樣是為了呈現畫面的傷害偶像 然而對此JYP娛樂並未作出回應 一直到這次回歸又發生類似狀況 才讓大家對於經紀公司小姐的態度更不滿意